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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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回到第二集 大家上一集都听到《津津乐道》 讲到佛法 今集回来我们继续讲佛法 因为上一集有少少事未讲完 就是关于49年还是50年 我们先讲到今天的正题 佛陀讲过有一个刺帝 他不是说一来到就像你说 究竟是随手黏来 其实佛陀成了道之后 他就不想讲 他原先为何要成道 他就是希望众生来苦得乐 他打算找一个方法 给众生来苦得乐 谁知道他明白了整个宇宙真理之后 他反而不想讲 为何呢 为何呢 因为太深 因为这个宇宙真理太深 他怕人们不明白 不但不明白 诽谤 为何要搞到这么深 他说淺一点不行 不是想讲淺还是讲深的问题 而是这个宇宙真理 你和我们日常生活 或者和我们这些习性 为何是有少少不同的呢 或者和你的认知 譬如你是一美认知的 是一些邪见的东西 佛陀所说的邪见的东西 就是人死了 以为人死了一定会 他走到阴间 然后有的士给他 然后有的士给他 然后有的烧�u麻将给他 然后有一天佛陀说 没有这些东西 怎会没有 没有可能的 我说祖先还布帮我 穿那套西装 还是我烧给他那套 佛陀说不是的 但别人接受不了 是的 不如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 在中世纪的时期 在欧洲的教堂 杀了很多天明教家 为什麽杀了他们呢? 因为他们提出一个论点 就是说地球是圆的 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这是教庭所说的 没错 但是天文学家和科学家就说 不是的 其实是地球围着太阳转 没错 在这个情况之下 教庭当时就消失了 他觉得是挑战我们 没错 就不接受 当时就觉得他们是无私 就杀了很多天文学家 但是当时他们 我可以叫做死得很冤枉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大智慧 你知为何没有这种大智慧? 他们有能力看穿 但是没有能力去动化 没错 他们用当时的技术去看 他们看到地球是圆的 他们怎样计算是数学 在这个情况之下 突然间 你和这个教庭有这么大的对比 他们当然接受不了 但是以当时的科技 他们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 他们做了一个叫做 未经证实的顶落 这个证实 未经到证实的顶落 因为当时的科技是看不到地球圆 但是 到了人类 科技 可以 离开这个地球 有火箭 有穿梭机 看到的时候才明白 上到宇宙 看回来 看到地球真的圆 而地球也真的围着太阳转圈 而月球围着地球转圈 这就是定律 之前就是未经证实的定律 也是我经常想说的一件事 就是多重宇宙 多重宇宙 其实现在在很多科学家的角度来看 都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定律 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佛学里面 或者其他宗教也好 他们看到一些大智慧的东西 其实是和科学是行不接到的 是 没错 只不过我又用佛堂来做一个比喻 佛堂就是当年 他用一些 没有科技 在没有科技的情况之下 他用他的智慧 看穿了宇宙 宇宙是怎样来的 佛堂就看穿了 但是到现在 我们一般的人类 到现在有这么高科技 都未能看穿 所以佛堂也是一个大科学家 他甚至超越科学家 他完全明白了宇宙整个法则和真理 他用他的语言来展述出来 而他是无所不知才最厉害 你明白吗 科学家都会分很多类型 对 没错 物理学就物理学 天体学 天体学 始终他们都有一个盲点 但佛堂是很厉害的 所以科学越进步 越能够证明佛堂当年所说的是真的 佛堂不怕时代进步 也不怕科学 他真理越辨越明 科学越进步 越清晰 你告诉别人佛堂当年真的很厉害 是 我们喝水的时候都要感恩 里面有很多微生物 是的 2500年前佛堂说有百万四千虫 怎么看都看不到 因为大家用那个虫的概念 就是一粒粒的一粒粒 但佛堂说的是微生物 是的 那时候没有显微镜 佛堂说物质是怎样来的呢 他说这里有一只杯 其实是一堆塵 你说是一只杯 是所有一粒一粒的塵 所构成的 这只杯 是塵 或者是什么 分子 粒子 佛堂是看到这么深入的东西 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佛堂的大智慧 刚才他说到 好像水那样 也有提到一水化三千 那时候我们大家想不明白 一滴水里面 已经有三千个生命 是 没错 甚至有三千个世界 是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想 看一些科学的纪录片 经常说到宇宙究竟是什么 我自己去幻想 会不会宇宙 其实我们人类 就是一个巨人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 这个呢 我就看哪一部卡通片 好像是Toy Story的卡通片 去到最后 就有一条很短的另外一条卡通片 就是一个上帝的角度 即是有一个摄影机在天空 看着一群小孩在玩波子 在玩 拉远一点 就变成一个地区 然后地球 越来越小 然后越来越小 小到最后 原来是一粒波子 是一群小孩在玩的 一粒波子 原来我们这个宇宙 太厉害了 完全讲到佛陀的东西 那这群小孩又生性一点 不知道把波子变成这样 我们的生命 掌握在你手上 对不对 没错 接下来讲 刚刚我们说 阿含十二方等八 可否说八点 阿含十二方等八 阿含经 佛陀说了十二年 今时今日 我们相对大乘佛教而言 叫做小乘佛教 或者我们叫做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佛陀说了十二年 我叫他做上座报佛教 上座报佛教 说了十二年 阿含经 长阿含 长阿含 杂阿含 僧一阿含 短阿含 四部阿含经 说了十二年 这四部阿含经 说了十二年 就是整个佛法的基础 核心 而后面的经文 是对一些上根器 即是比较烈一点的 或者历生修来 一些大菩萨说的 甚至是对这些 已经修了十二年行的人说的 譬如我们现在一来到 是否读金刚经 是第三个时期说的 即是我们撇开第一个时期 就是二十一日 佛陀一圣道 讲《花严经》 那《花严经》 诸声民众如龙刺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所有未够班的人 不知道佛陀在做什么 以为佛陀坐在这里 实际上佛陀在另外一个景价辩经 讲大法会讲了二十一日 这是我们撇开的 因为佛陀不在人间说法 最初三七日 这是第一个时期 在人间的第一个时期 就是阿含十二年的时期 接着第二个时期 就叫做方等百年的时期 讲百年 就是教这些人 这些罗汉很有趣 他苦 人世间苦 印度为何这么多人修行 是的 我也想知道 除了佛陀在那里发现 你看现在瑜伽士 还可以在行河里 把头埋在地上 那些苦行真 为何做这样 第一 印度苦 阶级苦 物质缺乏 苦 第二又穷 又穷又苦 第三 最重要是得闲 又穷又苦又得闲 那你不修行有什么做呢 所以他们会很明白到 他们很想找一个方法去离苦 他印度人 因为他从二千五百年前 到三千年前的印度教 即是婆罗门教 是 旧时候的婆罗门教 他已经有一种信仰 叫做生天思想 我今世受了所有苦 我下一世就会享福 这是他想的 这是他的生天思想 所以他们就会很努力 不是代表真的 所以佛陀不是要破释 所以佛陀是很厉害的 佛陀是很厉害的 你看看 那些科学家都会被教灵消死 是的 佛陀竟然公然地说 婆罗门教 即他整个印度信奉的这套思想 是不完美的 是 是还有缺陷的 我还要说出一套思想 去推翻他 所以佛陀是很厉害的 而他不是盲从 在这套思想中再尊严 因为他有自己的修行 他不是遵从一个宗教的理念 他自己沿着这个理念里面 再散开 所以这就是下一集 我们会讲佛陀的秘密的时候 这一集应该很精彩 是的 好了 《方等经》讲八年 讲八年就是为什么要讲《方等经》 不是讲十二年 不经就够了吗 是 就是因为这群罗汉成了道 每个都可以 每个都打坐入涅盘 是 每个都不想留在这个人世间受苦 佛陀说你有没有搞错 你的臭小子 我如果像你们那样 就没有人讲法 如果我那天成道之后 我就入涅盘 我不出来讲法 你们就来不了苦 你们应该学我一样 应该发心 你自己得了 你想不想你身边的人得 就讲八年 为了令这些人回心转意 但人很多时候都是自私 我得道就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我得道要带你得道 所以佛陀要讲八年 令这些人是小果 声闻 心量很小 从而扩大他们的心量 我希望讲菩萨道 接着讲完二十年 十二年加八年为二十年 讲完这二十年之后 才讲二十二年的波夜经 讲空性 是什么叫做空呢 这是什么呢 讲二十二年 所以现在人们一学佛 便来到讲金刚经 一学佛的时候 就是心经 很多时候他没有扎根 是 很多时候一小小的东西 他们便会转走 学下学下便不学了 或者说他对佛教的理解 就是很虚无飘渺 因为佛教很多时候 不会说一些很实质的东西 是的 没错 其实是因为大家 亡失了头十二年的阿含 是 而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壤上 是没有发展出来 为什么泰国有那么多高僧 做佛牌的圣证 那么多罗汉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十二年的阿含经 不断扎根 所以他们就会很努力去修行 所以泰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大成就者 为什么在西藏会有那么多大成就者 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有扎根 而我们中国就是因为禅宗的文化 不是因为禅宗而导致中国人没有了这个 而是中国人的性格是比较喜欢 简单的 你看看我们画书画是异境 没错 什么都要留白 没错 但是西方的外国人 印度人是很仔细地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土壤内 没有引用到这一方面 这样讲到这里 我想大家观众都明白多些 因为刚才保善师傅 他也说过有几个不同的法门 其实我们佛教里面 我们有八千多个不同的法门 基本上会多些人认识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成和小成 不过我个人很少称呼大成小成 我通常都称呼中土佛教 或者我叫做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 有时候我会叫上座部 原本的名字上座部佛教 即是流于中南半岛婆罗门教所本身的地头 在地头上的上座部佛教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是很少 刚刚保善和我们说 我们中国人走禅宗那方面多些 他是走大成路线 例如阿弥陀佛救世思想 甚至是禅宗简洁的思想为主 就是喜欢很简单 很瀟灑 很沙脱 所以如果说佛法 因为八千多个法门 我认识十年我们也说不完 不过就说到这里 我们先去买点关子 我们下星期的那集 记住一定要听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一集我们会说 一个很重要的 是释迦茅里佛的故事 没错 而这个故事我会用另一个角度 和层次去和大家说 而是前人一定没有说过的 前无古人 下一集记住收听 再见 再见